今期《國度一分鐘》會和大家一起慶祝 住鵬節 索康 住鵬節是猶太三大節期之一 希伯來文索康的意思就是解鵬屋 它起源自利美記二三章四十二至四十三節 當中講到猶太曆七月提斯利月的十五日開始 連續慶祝七日到第八日首盛會 住鵬節的意義就是為了紀念以色列人 出埃及之後漂流曠野 曾經住在帳篷裏面 神與他們同在 供應他們一切的所需 住鵬節吻含幾個重要的意義 首先 神很渴望與人同住 昔日祂叫摩西建造回國的目的 就是為了可以住在他們當中 其次 所羅門當年憲殿的時候 亦都在住鵬節 神的榮耀充滿了聖誕 所以今天猶太人永遠期待神的榮表 再在這個節期重溫他們的聖誕 第三 住鵬節是一種預表 預表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住在人的中間 亦都預表將來神的帳幕會降臨人間 永遠與人同住 到那個時候 神的心願就會得到滿足 那猶太人是如何慶祝住鵬節的呢? 猶太人會在節旗裏面建造一個草棚 棚頂上放樹枝 在棚裏面吃飯睡覺 回憶當年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礦貿的日子 第二 他們會非常歡樂 因為住鵬節亦都叫做收藏節 是慶賀秋天的修成 所以鵬裏面會放了不同的水果 蔬菜和農藏物 是感恩歡喜的日子 第三 他們會揮舞樹枝 尼美記二十三章四十節廣告 有幾種枝條要在神面前揮舞 所以過節期間 猶太人會拿著不同的樹枝 環繞他們的會堂揮舞 是一個歌頌舞蹈的日子 第七日更加要極力賺美 最後就是墊水的原跡 猶太人會為了雨水去徑土 因為以色列要依靠秋雨 來帶來農藏物的報仇 最後還有一個值得留意住鵬節的原因 是因為很多學者認為 祝鵬節才是耶穌真正出生的時代 祝鵬節的意義是神住在我們的當中 正正是耶穌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當中的信息 而耶穌另一個名字 以馬來利 亦是解神人我們同在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歡迎你來like和share 我們國度復興部的Facebook專頁 祝鵬節的意義 祝鵬節的意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